赵露丝作为九五后人气小花 他凭借甜美笑容和清新自然的演技 曾参演过多部爆款剧 在传闻中的陈芊芊、长歌行、国子健来了个女徒弟等作品中 都有着精彩表现 从而获得了大众的一致认可 不仅如此 还有微波剧《星汉灿烂》、《胡同》、《解释天下》等作品 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大众瞩目 也让赵露丝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资源嘎 此类题材剧 对于演惯了甜宠剧的赵露丝来说 是一次新题材的尝试 可以说是一次转型和挑战 期待他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然后便是实力派男演员黄志中 多部经典作品中都有他的身影 在突围、功勋、风暴中 他将每个角色都诠释得精准到位 从而迎来了多方喝彩 因此他也凭借出色的演技征服观众 最后便是新生代男演员罗依周 他虽然出道时间并不长 表演经验也没有其他演员丰富 但他凭借独特的魅力 以及对表演的认真和挚爱 在话剧《白蛇》以及电视剧《在一起》中精彩演绎 也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期待他再创佳季 该剧将于12月底开机 你们期待赵露丝的转型制作吗 对于该剧 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一起来讨论哟 �露丝的联系 Geniş Future